最新的代薪病假劳工法将在7月1号上路 因为是新的法规 有许多的细节可能让雇主感到模棱两可 法律专家提醒企业主应该了解 这项最新劳工法规的细节 不要以绅士法 加州新的劳工法将于7月1日施行 无论是在盈利或是非盈利机关工作的全职 或是半职员工 只要连续工作满90天 就能够享有三天代薪病假 而这个病假可以用在自己 或是照顾生病的家人身上 法律上也规定 只要工作满30个小时 就可以多累积一个小时的代薪病假 不过这项法律的内文有些冲突 冲突是在哪里 如果今天你是只有给三天 然后你没有给你的雇员奖 从法律的角度的话 他应该可以拿到八天 因为每30个小时 可以有一个小时的病假 一个小时的病假 所以总共的话 在一年可以拿到八天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雇主会被告的原因是 他应该要给他八天 可是他本来他有这个意图 只有给他三天 可是没有跟雇员讲 然后最后的话雇员就要告他 而华人商家也要特别小心 不少企业主以临时工的名义 雇佣全职员工来省税跟省劳工保险 也成了检掉单位密集侦查的对象 会有很多的雇主 在今年跟明年会有刑事的案子发生 没有付政府税 因为你有这个意图 想就是要他们付税 不要买劳工保险 这是违反 不但加州法律 可是我也觉得这是违反移民局法 如果你被告 你最后的话有很大的可能性 你是拿不到你的公民 法律专家还提醒企业主 往后外包公司如果违反劳工法 企业主也有连带责任 有很多的老板开了一个外包公司 然后最后外包公司被告了 他就把那个公司倒掉了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 不管说你是自己开 还是你是请外包公司把员工给你 外包公司没有做好 你也会做 有责任 劳工法保障劳工 企业主为了避免被提起民事 或刑事诉讼 都应该要多加留意 劳工法的最新动态